我 瞅你 素素 素素 这我姐子 闭嘴 亏我给病人做完手术 立刻赶来给你呛声 背着我跟你人乱倒 素素 自己不是你想要那样 我还没想 告诉我 玩完了 素素素素 再给我一次机会 素素素素 我报警了 素素 也不早点 大晚上还让我们来给他挖魂 别说做扔进乱残岗完事 就这么扔了 有点可惜 好在是丞相敌女 丑是丑了点 毕竟是个虫 安催我 打死了 鬼啊 鬼 哪有鬼啊 我吗 你才是鬼 你全家都是鬼 不对 我不是死了吗 这是什么鬼地方 不对 我不是死了吗 我不是死了吗 这是什么鬼地方 好烟 今天是你的妹妹定亲的日子 也不怕她看见了 我呸 看见了又如何 就那个丑八怪 真以为我会娶她呀 我的好烟 快 再让我亲两口 姐姐 三皇子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 妹妹 你行行好 你就成全我们吧 我求求你了 好你个蛇蟹心肠的丑破了啊 看你头都不耐发的事 直接必须教训你 他没气了 姐妹 原来你也是被渣男推到撞死的 他才让你算同病相连 你放心 既然我这二十一世纪医学博士都穿越到你身上 那这笔账 我帮你算定 顺便 也为我自己出口不乐器 我都得亏欠 你可知明着的灵魂 情怀过沦陷 一颗心被撕裂 太弱了 这剧身体 应该是长期间 不要再这样 想要报仇 看来还得先微笑 你心 你心的一眼 如 如 喂 怎么回事 你快起来 你又压死我了 你干什么 哈哈 一滴杯 一走回 一点来回 一身段 一梦长 只为你 将对 一身遥望 我怕你 别杀你们 不行 万一他是什么大人物 到时候查到我身上 岂不是完蛋 可 刚穿越居然就被占协议 怎么也得给你个教训 虽然不能杀了你 但没收了你做完工具 让你这辈子都碰不了女人 这个就当我救你的奖励 小这辈子再也不进 小姐找到处黄了 陈哥哥 陈哥哥 属下救援来之 请王爷赎罪 是你救的王 老爷 天文的蠢王在外争战 可是费了双腿呀 洞泽可是要杀人吃肉的呀 你让你二嫁给这样的怪物 他他怎么承受的了啊 哭哭哭就知道哭 这可是皇上下之赐婚 你想让整个云家都陪葬吗 不好了 不好了 二小姐回来了 你说什么 这不可能 我经验看着他断气的 会是你看错了 他根本还没有死 他回来的好啊 既然云松没死 那干脆让他嫁给初后 胡说什么 这又是让皇上知道了 甚至只说嫁云家女过去 又没有指名当心是谁 对 云松反正也是被退了婚 就算不嫁 那也是没人要了 还不如让他替燕燕嫁过去 不是说能跟你女回来了吗 把她把抓过来 我不嫁 要嫁 让云烟自己嫁着 你 你这个逆人 你喜怒啊 没有 没有吧 没有吧 是个严蠢叫哗哗 没有吧 没有吧 是个严蠢叫哗哗 没有吧 苏苏别怕 娘不会让你受欺负的 原来被母亲护士的感觉 这样的好 在你房间里好好待着 你来这做什么 我滚 老爷 楚王他性格暴力 还是个残废 苏苏嫁过去 这辈子就完了 姐姐 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苏苏她一个退婚女 嫁一个亲王 那可是天大的福气呀 这福气给你 你要不要 放肆 这婚事 你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我不嫁 你能拿我怎么样 再杀我一次吗 反了 反了 来人 把她给我关键采访 不要啊 老爷 我求求你了 娘一娘 你不是一直想要正气之位 谁要不让苏苏嫁给出王 我 我自情下套 我吃的东西 原家还轮不到你来偷家还家 我拉出去还没有打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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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你娘吃更大的葡萄 就赶紧点头同意这么多事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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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喝茶 放开我 放开我 老爷最近辛苦了 你也妹妹她推我了 我我没有 我没有 是她自己弄的 小小年姐姐如此热度 看我不当死你 看我 放开我 说不还想不要啊 好 有缘你一起打 哎 啊 怎么样 考虑清楚了吗 以前我是国 如今有文静 更要好好护住 这份来之不易的情形 好 我嫁 不过 我有个条件 算 我有个条件 贱 别得分进尺了 一个刚被退婚的丑八怪 嫁给王爷还不满足 看来姐姐也不害怕 那不妨你自己去嫁 你 燕儿 你先说说看 第一 我要你们立即恢复我母亲的涨家之权 以及正方的应用度 哼 姐你可真敢想啊 一个窝囊废母亲长什么家 传出去 不怕被人笑到大牙 看来你们的诚意 也不过如此 好 我同意 母亲 先毁入这小姐 等她嫁去王府之后再说 你母亲久未长家 这长家权嘛 就先交出一半 另一半呢 等你嫁去王府之后再交 如何呀 母亲在府中事单灵魂 贸然找家 只怕会有风险 还不如一趟作严 等日后再做筹工 一年考虑周全 就依此 第二 既然出嫁 那就给我配足敌女身份的陪嫁 这 罢了 不过是些黄白之物 给她就是 至于这第三点 可姐 对外宣布是我退婚三皇子 并且云烟一年之内 不得与三皇子成亲 你你你你且休想 别 别 我 宝哥的伙计 是不想谈吗 嗯 谈什么 你不过就是我云家的一条狗 还望想跟我谈条件 嗯 你信不信 我有千百种办法弄死你 和你那个废物母亲 在 敢威胁我 你走 你大胆 快放了燕儿 有话好好说 他拿我母亲做威胁 自责义做废 畜生 你敢 我答应 我都答应了 姐姐 你怎么想 我刚刚都是开玩笑的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好 这样不就好了 现在 好吧 好吧 我要你们上交全部掌架之前 并把架子双倍奉上 妮女 你别太过分了你 不想 好 那 都别想好过来 不要 不要 娘 我答应了 我答应了 快剃了燕儿 这来着 啊 啊 啊 气势 来人 给我抓住他 快 早知道你不会老实 三 二 欠人 又在玩什么把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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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他做了什么 不过是下了点毒吧 放心 只要你们说到做到 我保证这毒暂时要不了他的幸福 但要有半点不轨之心 后自负 幸好回来路上采了点草药 希望能暂时拖住他 果然是重的 不过 以我的艺术 轻松就能治好 小姐 放心 夫人已经睡觉了 小姐 小姐 你的脸 已经治好了 太好了 只可惜 小姐这么美 就要嫁给楚王那个魔鬼 都说这楚王古怪的 也不知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陈哥哥 过两日你就要娶亲了 我是来向你辞行的 婉儿 你现身解毒 本王会给你个交代的 陈哥哥 我不要什么名分 只要能一直跟你在一起 我就知足了 陈哥哥 我先出去了 王爷 是宫中那位下的药 看来 他快容不下的了 除此外 还查到临遇刺当日 有另一个女子出现 女子 可查清楚是谁 还没 近几日就会查出来 继续查 是 另外 承教府准备让云家二小姐 嫁进王府 哦 那个深明远扬的丑八怪 那个云家二小姐本来是有婚约的 得了次婚以后 就想立刻解除婚约嫁过的 这种利于熏熏之辈 不如让属下提前 他既想嫁 那你就替本王送个东西回去 让他风风光光的嫁过 是 四四 母亲 等我回来见 好 怎么不见王爷 王爷身体不适不便前来 迎亲之人在此 哈哈 这楚王府迎亲的居然是只公鸡 我要是云二小姐 只恨不得现在就一头撞死了 什么意思 来娶我的 是一只鸡 这就是云二小姐 整身的如此一双美丽的眼睛 你就眼睛能看看了 这云二小姐从小就生怪兵 脸上都毁容了 听说三皇子曾经见过一面 被吓得好几天都没有缓过来 哎 小姐 师父的 会见新郎盖头是不能先的 谁说没有新郎啊 这不就是吗 哈哈 你骂谁 谁硬骂谁 你吵什么吵 被一只鸡引擎 我看他怎么收场 废物东西 真是丢尽了我城乡府的脸 不由指路为马 今有以期待人 使我云苏婚事流芳千 夫君真是有心 出发 以期待人 我这王妃嘴倒是听不清 就是不知道 她的脖子会不会也是如此一番 走 走 看我去负物 不负物 不负物 不帅 你 柳测飞到 测飞 哪里来的 居然让测飞跟王妃同一天进门 王妃是赤匯 这位测飞是王妃的欣赏人 前不久在乱战港还救过王妃一命 这种事 王妃去了乱战港 妹妹见过姐姐 王妃怕辜负 非要在今日去我过门 姐姐千万不要生气啊 姐姐 还是赶快拜堂吧 别耽误了急迟 不急 既然你想拜 那就拜吧 柳测飞 过来给本王妃敬杯茶 就当本王妃远了你进门 你说什么 王妃 这不合规矩 不合什么规矩 是不合测飞该给正式进茶的规矩 还是没有本王妃的允许 她这个测飞之位 不识的规矩 该死的贱 不过仗着房上赐婚得了正妃头衔 竟敢与我作威 柳测飞 快过来 别耽误了急时 王妃 福伯 姐姐说得是 我是该给姐姐进茶 听说这贱人丑陋不堪 想不休一见 敢让我受了 看我怎么收拾 姐姐 请喝茶 来 陈哥哥 王妃 王妃你没事吧 陈哥哥 我没事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你快点问姐姐有没有烫生 早就听闻柳姑娘那京城第一美女 果然名不虚传 柳小姐不仅人长得漂亮 还心地善良 不像这个王妃 咄咄逼人 极其恶毒啊 她不仅恶毒 还长得极丑 不然你们以为她为什么不敢摘了灭纱 都是我的错 你们不要这么说姐姐 姐姐 千言万语在 梦魂困了又分 如雪莫抚慰 站在街景下 柳沙飞这是怎么了 你 你的脸 我的脸怎么出 我的脸 不是好好的吗 这不可能 你的脸怎么会 我的意思是 姐姐你的脸 不是传言已经毁容 怎么会 这个人怎么做出你 陈哥哥 我莫诚 你害我妻离子散 今天还同时娶两位王妃 两位牵献王妃 是无福消受了 父哥 起死 小心 出口 起死 陈哥哥 别怕 快走 对方多近 不好意思 準備你 花束 你这女人在我手里 你还vers手救起 陈哥哥 陈哥哥 晟 打开 李选安 他的目 sle 走 Lima 别动 不行 是 他 就杀他了 出手 傍晚留 王妃姐姐是圣上次婚 与他相比 我无足轻重 王爷 你救姐姐吧 本王的玉佩怎么会在他这里 难道之前的人是他 允苏 你到底是谁 等 等一下 王妃 还有什么一言 快说 王妃 等一下 朱莫诚 我可是你的王妃 我要是死在这 你的名声还要不要了 不能冲动 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事情 否则刺客定不会留下他们任何依人的心 本王的名声早已不堪弱了 要他何用 小姐 王爷 王爷姐姐你救救我这小姐吧 王爷 你快救救姐姐吧 我的车 王妃 死不出席 王妃 闭嘴 杜莫诚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到底就谁 老龙 我说如何 你要杀 杜莫诚 你来真的 莫妃 我非是杀人如麻的说 竟如此狠心 你们亲爱的女人都能置尸不顾 废话 莫妃 哎 这儿出口 你要做什么 出口这 我们有话好好说行吗 哎 王妃别怕 本王亲自生的事 你替本王赴死 本王会为你请 至于这群贼口 一个都别想喝 王妃 王妃 楚莫诚 你这儿得害死我 你不是没死吗 你呸 你干什么 东西呢 什么东西啊 我告诉你 你以为你就是我就可以占我便宜 开死的贱人 王爷竟如此在意 难道他们之间 有我不知道的事情 王妃姐姐 你怎么样了 哎 不劳你配心 不好吗 不行 绝对不能留下领导 出口 拉命来 干嘛 我还没完了 姐姐小心 小心 王妃 你能做什么 你什么 王妃 王妃 传太医 传太医 沈哥哥 你不要管姐姐 我这都太害怕了 把王妃给本王押入大牢 但凡婉儿有事 本王让你偿命 楚沫尘你疯啊 我是冤枉的 哎 你们放开 冤枉 楚沫尘 陈哥哥 能够嫁给你 哪怕是死 我也甘心了 婉儿 婉儿 太医 你帮我出去 我是被冤枉 你帮我出去 莫菲 没有王妃的命令 怎么没有王妃的处理呢 什么狗屁王妃 你个四个说的没错 赶快去走 没有那个出错 我先走 国费 三天呢 伍白大人 事外情况不大好 王妃让你赶快过去 情况不大好 哎 伍白 你帮我出去 我会医术 王妃 书老夫 无能为力 王太医 你是太医院院生 难道也没有办法 臣 惭愧 你身为堂堂的太医院院生 连个受伤之人都救我 要你们有何用 脱下就赶了 会 等等等等 王爷 还有个办法 说 此位娘娘那是内丧受损 非人力可为呀 除非 王爷 只有传言不能把神猪滚弄的公司 性格出手 此位娘娘才有可能得救啊 对啊 穆白 王爷 立刻去请公孙先生 是 王爷 这一云游四海 现在缺景恐怕来不及了 还不如 不如让侧妃娘娘 安静的去吧 内脏受损 内出血 幸好 还来得及救治 只要救下这个女人 我就能洗清嫌疑 除莫辰也没理由对付 不用找什么公孙先生吗 我就能治 你说什么 怎么 没听清吗 我说这个病我就能治 小姐你来真的 放心 慕白 谁把他放出来的 我是来给侧妃治病的 你拉婉儿挡刀之事 我都没找你算账 你现在又想出来干什么 把他给我押入大牢 你 楚莫辰 你可想清楚 我这一走 你这心嘎嘎 可就真的死俏俏 哪儿来的小丫头 付到人家 把他忘成治病 女人怎么了 女人就治不了病了 您这是歧视 你嘞 在这个信口开河 信品王爷治你个死罪 我都还没出手 就说我信口开河 我看你们才是用意 这种伤势都治不好 还是说 你们不是治不好 而是怕丹泽 不敢治的 胡说八道 王爷 这位别听的胡说八道 测飞娘娘的伤势 真的无解啊 王爷 既然如此 还不如派人去洗高三见证 测飞娘娘 那又活路啊 你自己医术不精 还怪罪别人 你 你确定 当然 好 本王就信你一次 我而是本王的侧妃 更是我的救命恩人 倘若你要是治不好 本王就让你跟他一起陪葬 身上 身头也是人 缩头也是人 还不如试试 放心吧 这种小伤包在我身上 哼 你个小丫头 说话现在这么不知道天高地厚 往复得要看看 你怎么救治 小丫头 你可得好好治 否则你必死无疑 他这是内脏破损出现 再不一致 恐怕神仙都救不了 废话 这哪个大夫不知道 快接你能治好吗 当然 他需要立刻手术 手术 这什么治疗方法 你们怎么会闻呢 再多了不过还未有事 当然不知道 手术就是把伤口拨开 把破损的地方红口去把这 什么 胡闹 岑飞娘娘 真没有纯飞 你害怕她偷开 岂有此理 我看你出来找啥的 西米王爷把你装起来 就是个骗子 行了 你们自己不知道 就以为别人有此 再说了 柳岑飞现在这情况 除了手术 别误她法 小姐 你就别说了 咱们就跟我也认识走 别闹 什么 王爷 你自己选吧 不做 大不了我跟侧飞一起玩完 做了 还可能有一线生机 王爷不可呀 这样会让贵婚娘娘 更快的丢掉性命呀 王爷 还不如我派人去 请公森先生 侧飞娘娘 还有活动我 王爷 你确定 你确定 你这个办法能救 以性命当吧 好 是 王爷 好 那就帮我准备 薄如禅忆的毕生 麻肺散 阳长线 另外 准备好这些 再让王府的人 过来试血 试血 柳测飞试血过多 手术过程中还需要输血 木白 立刻把所有人叫过来 是 好了 你 你 你们两个留下抽血 其他人可以出去了 王爷 烦请各位也都出去吧 等一下 王爷还有什么分红呢 把你的腰带脱了 你想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暗藏什么 那 这样总行了吧 你要是这东西的 什么东西啊 难道他看上我身上什么 幸好来之前 将东西都放写在那 没什么 但你记住 婉儿要是有事 你 还有你们云家 都得改造 知道了 那王爷现在可以出去了吗 这怎么这么多血 王爷 哎呀真是胡闹 这种治疗方法 真是本所没本的呀 测飞落查错 得要拿好看 情况如何 放心吧 手术很顺 接下来就管他想了 这不可能 就连东西先生都比你保证 如果能救一下测飞 你一定是点撒谎 你们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救测飞的血不够 还说我们小姐用自己的血 谁救人 连性命都不过 是不是真的 等他醒了就知道 那晚上什么时候醒 大概三个时辰 三个时辰 王爷 武汉就在扩延时间 你这个糟老公子 就非要胡搅拦斩 行 你既然非要污蔑我 那如果他醒了怎么办 测飞若醒 我不愿使去愿首之位 任你处置 本王爷愿意 好 给我等着 王爷 你怎么说 那本王就给你三个时辰 倘若是测飞不行 知道 要我全家幸福 我还等着他醒了 给我洗清冤军 自然不会说大话 知道就好了 不是 哎呀 三个时辰都到啊 这测飞怎么还没洗 你个小丫头骗了 你现在求我 还来得及见 这小丫头骗 测飞若因你有事 是十个闹袋不够砍的 这三个时辰不还没到 急什么 王爷 三个时辰到了 王爷 王爷 请立刻这次子女 这不可能 一股呆麻被散笑领 手术完成后 他就算是痛都该痛醒了 怎么可能会还不行呢 这不可能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还在脚壁 王爷 请立刻捉摸死人 再去请孤孙先生吧 王爷 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王爷 这小姐怎么办呢 别急 都别急 让我再看看 站住 王妃娘娘 我们家娘娘已经被你害成这个人情 你还要折腾她 你不说什么 我都说了之前是有误会的 王爷 求您快阻止王妃娘娘 去请孤孙先生吧 来人 等一下 让我再看一眼 就已 就算是死也得让我死的明白吧 好 那本王就让你死个明白 穆白 去请孤孙先生 吴席君云面色红热 伤口也没有再出息 奇怪 怎么会不醒呢 等等 难不成 他在中睡 好吧 果然在中睡 看我怎么修理你 我知道 怎么让他醒过来 你又在搞什么鬼 王爷 千万别心疼鬼话 往复身为堂堂太原院守 从来没见过这种治疗方法 还是个女子怎么可能会治病 王爷 还是个孤孙先生赶到 在我们排院协助 他们治好测飞呀 你们这两个骄傲 心眼这么犯 我说有办法就是有办法 好 那你说说 你有什么办法要测飞行 简单 我这儿有根一指粗的密针 只要把他从头顶插入 测飞必行 胡说八道 只出了真正事 测飞就断绝最后一线生机了 是你定是骗子 王爷 我向你把他抓起来 王爷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测飞要有三场梁果 我定以死相 好 那本王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王爷 不可 闭嘴 你们若行即刻上手 本王立即让人砍了他的脑袋 看来这褚慕城 却不是褚都不要可救了 王爷 诸位 我现在用此针从天灵穴插入 虽不会伤及性命 也有提神之效 醒了 醒了醒了 王爷 测飞醒了 这不可能啊 果然是装睡 听见真有插脑袋 装不下去了 王爷 别摸 怎么可能 王爷 反而还以为 再也醒不过来 见不到王爷了呢 放心 本王不会让你出事 刘测飞 你还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吗 姐姐 你怎么在这儿 装的还挺像的 测飞娘娘 是我们家姐姐救了你呢 该死的贱人 批而再再而三的坏我好吃 小事小事 既然测飞已经醒了 那你快说说 今天你受伤的事情 王爷 我 我不记得了 我就记得 那个刺客一过来 我和姐姐在一起 然后 然后就 我头好痛 刘测飞 这就是今天的事情 你再好好想想 够了 我而身体不适 这些事情以后再说 可是 之前的事 一笔勾销 你说勾销 就勾销吧 既然赤飞已经醒了 那我们就告辞了 站住 站住 两位太医就这么走了 刚刚会有关系 我可记得有人说过 只要我能医治柳策飞 他就自动让闲呢 王爷 你也记得吧 身为太医 竟连小小的伤势都最有之报 要你们也无用 最前两断了 王爷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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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老下又小 都不能了却此生啊 王爷 你也是拿了老臣 老臣要跟他祖地 你当着我做麻呀 好家伙 崇墨城这家伙还真是冷心 两个大伙人说啥就要啥 王爷 我也没想要他们的命 不如 何去关职算了 无论是谁 说出的话 就需要付出带子了 我也是嘴近 非得叫助人家出口气做什么 王爷饶命 王爷饶命 你还处在这儿干什么 莫白 莫苏 王爷 还是饶了他们吧 既然晚上都发话了 滚吧 谢谢王爷 谢谢王爷 感情我说话就这么没份了 炸 王爷 我累了 好 本王今晚就陪你 你还是处在这儿干什么 王爷 王爷请 骨子布置的不错 不枉费我辛苦你了 这是你身为王妃应有的 王妃累了一天了 我休息 水要告退了 王妃 你真是太厉害了 这样当着连太阅都知不好的伤 哎呀小事一桩 不过小 看那个王爷那么宝贝那个刘侧妃 他到底是不赖的 听说刘侧妃是王爷的青梅竹马 而且前不久王爷再外一次 是刘侧妃不顾姓名救了王爷 还因此 因此失身于王爷 所以就 所以就娶了他 嗯 救个人 总还失身了 也不知道那个禽兽怎么样 说起来 这褚王怎么感觉这么严重 这就是 在哪儿见过似 对了王妃 这是您之前放在我手里的东西 这预备来历不明 是该处理的 你身子怎么样了 王爷 王爷 有您日来看婉儿 婉儿感觉好多了 你救了本王 这些都是您应得的 王爷 我们已成千多止 是不是应该 本王怎么会没有反应 王爷 王爷 你是不是 是不是嫌弃婉儿了 没有 你身子尚未大好 如今应该好好休养才行 多谢陈哥哥关心 只要你不嫌弃我 婉儿定会尽快地将身体养好 然后 对了婉儿 那块玉佩你放哪去 玉佩 陈哥哥 你在说什么玉佩啊 上次你救了本王 拿走了本王的贴身玉佩 难道是那个真正救了 王力的贱人 拿走了 是这样的 我本以为 无缘与陈哥哥相伴 便想留个玉佩做个念想 陈哥哥 你要拿回玉佩吗 可是 我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无法 你留着便是 多谢陈哥哥 对了 王妃姐姐救了我 我想去跟王妃姐姐道个谢 如何 可查清楚一次 王爷 还是宫里人 王爷 您战功赫赫 宫里那位 确一而再再而三对你出手 不如属下派人 急什么 他要玩 本王就好好陪他玩一个证 这大魏的江山 我端看他还能不能做得出 王妃的底细可曾查清楚 他为何会那种奇怪的遗述 这 属下无能 王妃一气正常 只不过 说 说 王妃曾在您遇事那天 除我意外 三皇自北与王妃推奔 结果却失手 令王妃受伤 云家便派人直接将王妃 扔进了葬岗 乱葬岗 本王受伤之敌 正是 王爷 其实那天侧妃到达时刻略有不复 会不会是 你想说 有可能是王妃救了本王 属下只能猜测 再去查查当日之事 是 王爷 还有一件事 侧妃那天之所以遇刺 是他自己撞上去 此事本王知道了 下去吧 是 王妃 侧妃来了 他来干什么 去看看 见过王妃姐姐 不必客气 王妃姐姐 你是在怪我吗 我怪你什么 之前遇刺 是婉儿的不是 婉儿记起来了 以后会跟王爷解释清楚的 你要是来说这件事的话 那就算了 我懒得跟你记下 没什么事的话 就请回吧 王妃姐姐 王爷的玉佩 怎么会在这个贱人上 难不成 叫了王爷的贱人 就是他元素 这不可能 你到底想说什么 没事的话 就回去吧 王妃姐姐 不行 不管是不是他 绝对不能留这个贱人的信用 王妃姐姐 我是来给你道谢的 你要是不原谅我 我就再也不信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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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狠了 我们家娘娘好心来找你道谢 你不领情就算了 你还故意推她 你别胡说八道 我们娘娘才没有推她 怎么没有 别 别 来人啊 来人啊 我们非娘娘要杀我们车飞娘娘了 你 玩 王爷 总理为我们的两轮做主啊 你只能反正反正好 我无非还不为你推她 王爷 都是我的不好 姐姐才会不原谅我 我 王 是你做的 不是我 我没推她 是她自己 你胡说 我今天走的就是你推的 你才胡说 王妃凯没有推她呢 来人 楚魔忠我真没有 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认错 还是三十大 你自己选 什么 楚魔忠你眼盲心虾吗 为什么要针对她呀 这些话你留着对我来说吧 木白 把王妃押下去 王妃 得罪了 为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娘娘 娘娘 王爷 公孙先生来了 好 见过王爷 不必多理 请公孙先生出手替测飞诊知 王爷放心 老夫自当尽力而为 王妃怎么说 王妃拒不认错 王爷真的要打王妃把子 本王只是吓下他罢了 等他闹腾够了 就放他回去吧 是 楚莫诚你给我出来 你不在里面做什么 要不是出来给我对峙 楚莫诚 好大的胆子 你一个奴才 还敢对本王被动手 我这是替王爷和侧妃娘娘教训你 教训 有本事让他们自己来 还不够自 楚莫诚 你出来 好好 王妃娘娘 你胆大妄为故之悔感 确实该受到教训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王爷说了 王妃拒不认错 力打三十大杆子 我看谁敢动 这是王爷的命令 我看谁敢不动 你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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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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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有没有力 现在认错还来得及 我没错 我不认错 不知悔改 二位哥哥那么要做什么 继续啊 王队不要不要害羞 主动不能战怒他也不能规矩 王队 把这狗龙虾给我压过 王队 住手 谁允许你们动的什么 王队恕罪啊 努并也是按照您的分子随时 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擅作主张 来人拖下去乱回打死 王爷饶命啊 努并 努并再也不敢了 求王爷看在我们侧妃娘娘的面子上 扰了努并这一回吧 看在婉儿的面子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拖下去打石棍 小王爷饶命 哈哈哈 去请大夫来 王爷 王爷没有对侧妃娘娘 是侧妃娘娘 闭嘴 还有一件事 侧妃那天知错于律次 是他自己撞上去的 今日之事 谁若再提格杀无论 是王爷 王爷 公司先生来了 王爷 侧妃伤势 牵动心脉 在下听闻 之前是王妃娘娘用自己的血做引子 才令侧妃好转 却如今看来 最稳妥有效的办法 就是要再次利用王妃的血 来给侧妃 做药 王爷 王爷不可 特别撂到三个海了三十八岁 让这再放 让人再放弃 他维持不过去的 王爷放弃 在下定会注意分寸 绝不令王妃 预体受损 你醒了 王爷怎么了 如果是来让我道歉 王爷请回吧 你怎么这么决心 我说了不是我做的 我不认 怎么 还要再打我三十大半 王不是这个意思 可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你去散虫而不闻 王爷 事不宜迟啊 他是谁 回王妃 在下是给侧妃治病的大夫 来取王妃的血 做药饮一用 什么 以我现在这身子 抽个几百星星下去 那只破骨骨带 岂不争就死翘翘了 你先别动 放手 主人 真是有意思 王爷 再不取血 策背 性命之为威啊 真是可笑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要拿某人的血做要因 在下师门密法 王妃不知 也是你所应当 王爷 您 改下决定了 你确实我的血 问他做什么 给我滚出去 我不答应 王妃 策妃娘娘 性命垂危 这不是您能做出的事 王爷 策妃那 不能再耽搁了 好 好 出发 你怎么想 这一次 这一次 就当本王欠你的 我不需要 快 我不可能给他抽签 云苏 我劝你剑好就收 策妃变成这样 全是败你所赐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书洗 或者是王妃之位 你自己选 不行 在作弄出王妃的位置 我一向不报仇 九五之间 我不能得罪出魔尘 但这事 绝对不能这么算 你们给我等着 好 我输 忘了线子路 忘了纠红 那些事 多说话 是 王妃 我对 多谢王妃 慷慨险险 再下给王妃开个方子 不行 可贵 今日之事本王会补偿 稍后会差人送你 滚 莫威 莫威 你怎么样 喜儿 你去拿这笔来 我可以清房子 你去看点牙吗 可是我还不是说 你知道什么 他根本就不爱我 会给我拿什么好东西 即便给 有刘王尔这么个白脸在 谁知道 他会不会派人害你 把这个预备挡了 那这个转眼 不要拿皇甫和我的佩佳一次 以免于人怀疑 是 我们被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娘娘放心 王爷对药永之说 深信不疑 这王妃的血 你予取予求 好 这样一来 我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驱走她的信 之前的事 也不会有人知道 对了 对了 云苏那个贱人 身上有块王爷的玉佩 立刻派人去给我偷回来 是 测背如何了 我给他 陈哥哥 你来了 测背如何了 陈哥哥 多亏了你为我找来了公孙先生 我感觉好多了 好了就行 就是难为王妃姐姐了 陈哥哥 都是我的不好 你可不可以不要怪罪她呀 皇儿 无论如何 她是本王的王妃 这一点你要记清楚 我知道了 陈哥哥 怎么回事 陈哥哥 怎么用这种语气 跟我说话 难道 她发现了什么 书 书 苏 鱼佩在哪 什么鱼佩 啊 在哪 来人了 有个人 没事 有个人 来人 这可不是残废吗 总有 站起来 小心 你受伤了 王爷 您的身体 都拉了 要想清楚这个女孩 是 扶我进去 啊 走 王爷 你这是做什么 知道日多的人死得愉快 王爷 你冤了 你是怕我说出你站立的事情是不是 我运速对天发誓 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这么怕死 给本王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我是你王妃 我够 我能织好你的腿 治好我的腿 你到底是谁 我是 我是云苏 丞相福二小姐 你的王妃 是吗 云妇深名狼藉的丑八怪二小姐 不仅是一个美人 还是个医术高明的大夫 你当本王是傻子吗 这种 我突然说起这个了 不过我是专业者这种事 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知道的 那又怎么了 就是因为我医术高明 治好了自己的脸 不行吗 你什么时候觉得 别人们不知道的时候 王爷 这些我就没有必要一一向你交代了吧 我只要能治好你 不就行了吗 就你 本王的腿连公孙先生的直播 公孙先生 就那个取血换药的骗子 我 我的意思是说 他不行 不代表我也不行 王爷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好 本王就给你一次机会 倘若是治不好的的话 知道知道 要我的命吗 不是第一次了 上次的板子 不是 之前的事情就算了 现在 我要给你买卖 没想到 这卓狗不仅腿被人弄残了 居然那方面的能力都受了影响 这样看来 也怪可怜的 你什么眼神 你什么眼神 没什么 没什么 王爷放心 这腿 我能治 另外那条腿 我就不敢保证了 你确定 当然 我从不说大话 不过王爷 像你这种 强制用内力推动双腿这种事儿 在我治好你之前绝对不能再用 你只管医治 其他的无需你管 那我现在给你针灸 那刺客为什么拦你疯 谁知道他发生什么疯 说是要找什么 玉佩 玉佩 什么玉佩 你这么激动做什么 我怎么 这刺客 不会是那个畜生呗 对方知道我是谁 你到底有什么玉佩 值得别人记 我能有什么 许是别人弄错了 这件事情 绝对不得让任何人知道 云苏 本王乱葬岗受伤那天 你到底在做什么 王爷 王爷你的伤怎么样了 不外 不外 再去详查本王乱葬盘受伤 王爷 你这是有什么发现吗 我怀疑 云苏当天兴许是看见了什么 废物 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 我要你们何用 娘娘激怒 娘娘 您放心 我一定加快进度 一定替您铲除王妃 你知道就好 你别忘了 你的家人 还在我的手上 娘娘 娘娘开恩娜娘娘 属下定位娘娘 看老土地 我的病 好似幼犯了 奴婢 奴婢这就去听娘娘去要饮 你不敢 王妃娘娘 该出血了 这刘婢 还真把我当虚酷 滚 没有 您再不给 就别怪我 不想悲传 怎么 又要拿此莫臣 来煞个王妃的威风 对比自然是不敢的 只不过 用您的血 去给侧妾娘娘治病 这确实是王妃自己的质疑 您再不从 如比叶只好去找王妃 爱去就去 谁管你 你 你别后悔 等等 王妃你这是要做什么 看不出来吗 绑架呀 你不能杀我 救命啊 真是奇怪 谁说要杀你了 他刘婉儿 不是要写作妖影 既然你这么挂点褥子 那就用你的血 来给她治病 好了 把这个 给刘婉儿送过去 王妃 写非要的是你的血 这个 你傻不傻呀 他真是要我的血 让你送你就送 出了事了 我担着 放了快一个月的血了 放了快一个月的血了 想必那贱人快不行了吧 你再下预估 想必最后再放一次就该差不多了 看来 我也是时候该好起来了 哈哈哈 王爷 侧妃身体骨骼了 王爷 今日还需再放一次 侧妃 就能打好了 好 你就致侧妃有功 本王会论功行赏 对了 王妃那处 身体改寿的主 王妃那处 身体改寿的主 王爷 在家 日日用王爷送过去的名贵药品 替王妃进补 王妃 除了略有些虚弱 并无大碍 好 那现在开始最后的事了 是 小姐 算得咱这一天了 可不是吗 装了一个月 终于有人装不下去 既然如此 你就让本王妃 送他一个康斯大包 王爷 你也咋了 听完侧妃妹妹身子就要大好 这是我更放的鞋 妹妹趁热喝了吧 这 妹妹怎么不喝呀 快趁热喝了 我想看你身子好起来 这是王妃的心意 多谢姐姐 妹妹喝了这么多次 味道应该已经习惯了 姐姐说的是 神医 快听妹妹看看 这是怎么了 温真 测飞娘娘 如何 恭喜王爷 贺喜测飞 测飞病根 已经全去了 神医 真的吗 我的身体已经好了 没错 测飞娘娘 鸿扶齐天 你已经痊愈了 陈哥哥 恭喜娘娘 贺喜娘娘 身子大好 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 怎么 本王背身体无恙 妹妹不高兴 我不是这个意思 姐姐你误会我了 我的意思是 你没事 那可真的是太好了 我们姐妹身体健康 才能更好的服侍王爷呀 你身子既然康复了 那服侍王爷的事 就由你孝劳了 王妃 你是不愿服侍本 王爷说孝了 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 测飞身子既然已经康复 那本王妃有一份大纸要送给我 姐姐要送礼物给我 真的吗 那我好期待呀 王爷 等我搭好了 一定要送礼物给姐姐 希望姐姐到时候喜欢 好说好说 不过我的这份礼物啊 妹妹一定会很惊喜的 把东西抬上来 把东西抬上来 青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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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是我 是我 是王妃 是王妃 青猪 青猪 柳策飞 这就是我送你的礼物 怎么样 我就说你会很惊喜吧 王妃 你把青猪怎么了 他怎么会被你这样的喊上来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 我什么都没做 他是自愿的 为了救你啊 他损耗了大半条命 估计没几天好活了 你们主婆二人 好好续续救吧 你胡说 王爷 王爷一定要为我做主呀 我知道姐姐她恨我 不肯原谅我 可是她有什么不瞒 冲我来就是了 为什么要折磨 青猪一个小小的丫鬟呀 王爷 王妃 你又再告诉我 王爷 冤枉了 这件事说到底 侧妃 根源还在你身上 我 为何是我 我与青猪情投姐妹 你都说了 你们二人情投姐妹 那青猪为了救你 自愿献点血 是能理解的吧 你胡说 我明明用的是你的血 你 你这么久以来 都是用青猪的血给我 不错 看来不愧是你情童姐妹的人 这治病效果呀 就是不一般 不过 我怎么记得之前神医言之凿凿 说必须要用我的血 可现在这情况 这没用我的血 侧妃身体也康复了 为何你当日非要用我的血 你到底是何居心 这 这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公孙先生 这件事 到底是你的意思 还是背后 有人示意 姐姐 你这是在怀疑我吗 这都是神医的主意 我只是个病人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自然是相信妹妹的 只是王爷 王爷 王爷 你一定要相信我 这件事情 我毫不知情 是公孙先生 对 一些都是公孙先生 针对王妃的 王爷 王爷 在下 你知道就好 你别忘了 你的家人还在我的手上 不错 这一切都是我故意的 既然事情已经败露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公孙先生 已经没气了 还算有几分聪明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王爷 实不相瞒 公孙先生 在据事之前 曾为切身把脉 他说 切身 有了 什么时候的事 他怎么会有孩子 冲锋城 不是不行吗 算算时间 应该就是我救你的那天 你为何不早说 因为 他给你戴了绿帽子呀 切身 是想等 孕分在大殿的时候 再说 毕竟 王妃姐姐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想在你生之前怀孕的 不过姐姐 你放心 就算是我怀了孩子 我也会以你为尊的 拜托 姐可是二十一世纪的神医 你以为像你们后宅妇人似的 动辄对孩子享受 既然公孙先生已经去了 那我就为你把把脉吧 等等 姐姐这段时间也辛苦了 还是等他一来了 你为我看看吧 没事 不辛苦 王爷 扣了 你先回去吧 你来做什么 侧妃的事 我替他向你道歉 不必了 道歉的话 侧妃为何不亲自过来 无论如何 他如今已经怀孕了 我希望你们之间不要乞丧了 否则 否则 又要我和云家的命 云家 嫁过来有些时日了 该昏门了吧 嫁过来有些时日了 该昏门了吧 不错 正在收拾东西 明天就回去了 也不知道母亲 如今在承孝府过得怎么样 怎么 王爷明天 是要陪我一起回门 有什么需要的话 差人同腹部说一声 是 王爷 看我不好好宰你一次 对了王爷 你的腿脊已经差不多了 再给你诊治一两次 就可以全运了 这么短 当然了 也不看看是谁出手 好熟悉的气息 对不起啊 坐久了 腿有点 奇怪 怎么总觉得好像不能见过初步 王妃 行 你干什么呢 我 我在收拾东西啊 下次不许这样 你吓人了知不知道 王妃 你刚才想什么呢 不说八道 我什么都没想 行了行了 你快收拾吧 明天回去 可是一场硬仗 不知不觉 原来我已经穿越了一个多月 赫苏 终于回来了 母亲 这些日子 他们带你如何 有你在王府 他们不敢帮我怎么样 倒是你 瘦了 在王府是不是过得不好 母亲别担心 我好着呢 你看 我这不是全虚全伪的会派 怎么就你一个人 王爷呢 王爷没来 果然是废物一个 这嫁给王爷有什么用 连回门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这传出去啊 真是孝此人了 没用的东西 王爷都没来 你回来做什么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 他毕竟也是你的女儿 我闭嘴 我没有这样的废物女儿 自己的夫君都拴不住 丢我云家的脸 老爷 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好歹 他也是保了一条命 不是吗 丑八怪 该不会是王爷嫌他丑 回到现在 连碰都没碰过吧 我劝你们放尊重 无论如何 我现在是楚王妃 还楚王妃 有什么用啊 我看你啊 就是废物丑八怪一个 赶紧给我滚 哎呀 笑死我 我当是谁呀 原来是丑八怪回来了 三皇子 是我说错了 我 啊 哎 丑八怪 你感觉一而不敬 我原来是乖侄儿 怎么 我的乖侄儿 又要对我动手 乖乖 刚才城乎本殿下什么 自然是侄儿 三殿下有问题 我不勒 不要你的东西 王叔连回门都来 还在本殿家面前装什么装 殿下 刚刚是我的错 妹妹她是心有不甘 所以 听到了 她自己都说是她的错 可怨个人 好你可无耻的贱了 长相丑陋 心肠歹毒 今天你必须道歉 她都说了是她的错了 我道什么歉 倒是你乖侄儿 要是你称呼一声婶婶 今天的事情 我可以既往不咎 还敢忽如本人 来人给我打 谁敢动手 谁敢动手 拜见王爷 三皇子 你想对本王的王妃做什么 何叔 你 你听错了 你的意思是本王耳朵了 没有没有 没有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 何叔 是我错了 原谅我 原谅我 你该道歉的人 不是本 阿姨 我错了 我跟你别懂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原谅我 行了 起来吧 没骨气的东西 谢我 谢我 王爷 我 王爷怎么来了 怎么 本王来了你高兴 王爷说这样 就不敢 不曾走远 我 你 等我来定层 此生 无患 等我来定层 哎呀 王爷快请进去 酒席都认为好了 就等您了 哎 我说 你等我 走 快进去 别让王爷久等了 你 你 你 这个小贱 长本事了 居然 真的能把王爷请过来 娘 没想到那楚王君这么好看 燕儿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娘 我后悔了 你看看那个三王子 刚刚在楚王面前啊 跟点狗似的 要不是云苏嫁过去了 赎金 赎金我可是楚王妃啊 说的不错 楚王一表人才配云苏 那可真是抱铁天悟啊 只有我女儿才能配得上这样的男人 你好 欢迎 王爷今日前来 韩社是彭壁生辉啊 来 大家一起敬王爷一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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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将下药这样的把戏 玩到你神医祖奶奶头上了 真是把门弄死 今天是我回门的日子 感谢父亲母亲为我接风 云苏也想见各位 来 云苏敬个位一杯 妹妹 妹妹啊 在家里怎么还带着面纱呀 是啊 素素都是自家人不要害羞嘛 就把面纱摘了吧 素素想带就带不用你们管 母亲这话就不对了 王爷还在这呢 还带着面纱多不尊重呀 啊哎呀妹妹 你该不会是怕自己的面容不堪入目 吓着王爷了所以才 云云 我又没说错 三殿下你曾经可是妹妹的未婚夫 你说她的脸怎么样 行了 王叔想带回去带着管那么多干嘛 我只是想让妹妹舒服一点 你不好意思那我来帮你摘 云烟 上次的消息能够 云苏 云大小姐说的没错 都是自家人不妨摘了吧 这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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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脸什么时候变这么好看了 怎么 我的脸变好看 姐姐不高兴我 看哪里哪里 这是怎么回事 当年我下的毒 明明就会害她永远毁人的 苏苏 你的脸是什么时候好的 苏苏的脸上出价钱就也很好的 不价钱 这不可能了 怎么不可能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 要是早知道 云苏娟这么美 本天下怎么可能跟她进入魂决 该死贱人 整天就知道勾引男人 我当年下就让人知道好看 妹妹今日恢复容颜 真是大戏 我来敬你一个 三殿下 妹妹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哎呀 哎呀 把你们衣服给弄脏了 真是不好意思呀 嫣二 你一天毛手毛脚的 来人呢 快带三殿下去换衣服 妹妹你也跟我去换身衣服吧 这么快就要动手 还真是期待 好啊 这就是你们选的地方 环境还挺不错的 妹妹说什么呢 赶紧给我进去换衣服 别让王爷他们久等啊 是别让王爷久等 还是另有其人 妹妹什么意思 听不懂 行了 这也没别人 你就别装 赶紧给我滚进去换衣服 真以为自己当上王妃 就高人一等了 林苏 今日过后 你照样只能被我踩在脚下 我可真害怕 不过 你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不过是以情人之道 我们是以情人之身吧 发现了 发现了 快快快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雕虫小鸡赶在我面前 算算时间 你该把握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回事到这了 很高气 这个贱人 来人 来都来了 就好享受 放心 我会帮你 快点小心 帮我 帮人 帮人啊 王爷 王爷 你怎么了 你是来帮我的 主顾 你肯定是来帮我的 东西啊 木白 把他扔出去 呃 等一下 把他放进去吧 你没有干什么 我 行 我好戏吗 我好戏吗 是我之间 我曾 其万 连走空山 西山 王爷 老师 呃 王爷 你也要不先回去吧 你不走 我还要看好戏呢 住下去吧 楚莫臣这家伙 这样看起来 人倒也挺不错的 哎呀 云朔云朔 你脑子我胡思乱想什么呢 那个楚莫臣 不就是身份高点 长帅点 有钱多钱 哎呀 不许再胡思乱想了 我看 把戏开始了 不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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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和下面一起揉我的嘴 大夫小家的昌和体统 老爷饶命 娘饶命 你比本地并非如此 是还是 好好说 搞定发生了什么 是 是王妃宇三殿下 东东怎么了 那你发生了什么事 你赶快说清楚 姐姐你别着急呀 她不是说了吗 是苏苏和三殿下 你且说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 我为方才去王妃 不离起王妃 没想到 没想到钢筋房门边遇到了 王妃与三殿下 正在 在干什么 把事情说清楚 再唾唾拉拉 割了你的舌头 老爷说罪 王妃 王妃正在与三殿下苟且 什么 你可 看清楚了 吴婢看的真真切切 就是王妃与三殿下 你胡说 你已经是看错了 苏苏才不是那样的人 夫人 吴婢看的真真切切 不敢任何作假 求夫人老爷饶命 王妃 这个妮女做出如此之事 实在是与我丞相府无关啊 还请王妃严惩运速 一阵加风 老夫 绝无半句怨言 不可能 王妃 苏苏不是那样的人 肯定不是他 姐姐 你就别再为他开脱了 苏苏 曾扶三皇子友情 想必也是心有不满 所以 所以这才做出了这种不取之事 事到如今 还请王妃 我开一面 王妃 你等着 老夫这就把他们的逆女给抓过来 令你处理 来人 王妃 不要呀 这件事情一定有什么误会 姐姐 事到如今 你还要为他开脱吗 难道你要为他连累我们整个成效府吗 我不管 总的病人谁都没想过去 谁要过去 就先杀了我 女傅 把他给我拉开 不要啊老爷 不要啊 贵妆 还不回来 对 把那个监制 一部给我拉过来 小剑子 这次之后你就给我死吧 贵妆 母亲 王爷 你们怎么在这 你要对我母亲做什么 苏苏 民事真是太好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我的苏苏不是那样的人 母亲 怎么了 运苏 你怎么在这 我怎么不能在这 你你不应该在屋里吗 嗯 我刚刚去方便了一下 对了 大家都在这 姐姐去哪 我刚刚不是让他房间等我吗 那他还在里面 你说什么 一二三里面 啊 啊 啊 一娘 你这么着急做什么 姐姐怎么办 你站住 我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都给我出去 一二 我的一二啊 三皇和 这都给人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跟我一二 你问本皇子 本皇子还想问你们呢 谁不知道啊 本皇子酒样一向好 你竟然化肥义 就成了这个样子 谁叫 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冬天又怎么回事 天 是云苏 是云苏这个贱人 闭嘴 本王的王妃 岂是你的随便侮辱 承嘴 王爷 王爷 真的是他 是他尽管告诉我的 就是他给我下的药 姐姐 你说这话可就冤枉我 我平白无辜 为什么要给你下药 这对我又没有什么好处 再说了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是我下的 说话做事是有几正确 还能为什么 这个贱人 你就是嫉妒三皇子喜欢我 真是越说越离谱 就算我真的嫉妒三皇子喜欢你 我又为何能为了跟你们解 你 你巧舌如簧 王爷 真的是他 还请王爷为我做主 惩罚这个贱人 丘辱王妃死罪当罚 莫白 王爷 王爷 事已至此不如就算了吧 听姐姐的意思 他跟那个三皇子两情相悦 不如 就让他们做夫妻吧 我不要 不要 你这个贱人 算起来 你这棒 你还不要 王叔 即便是非要过去 就凭这个破解 也只配做我的测飞 求皇叔喷酒 好 你还给老夫闭嘴 又人现眼的动静 王爷 你见得王爷争许 既然如此 那此事就到此为止 皇妃 咱们回府 呃王爷 先等一下 我有些话想跟你清楚 母亲 这次回来 我想见您出府 您 你 你 母亲 放心 我现在过得很久 你过得也好 我很开心 那好吧 那我记得什么事 你也好事 你也是 有空间回来走一会 还有 这个你拿去收好 这玉佩怎么这么严重 母亲 这个 怎么在你这儿 皇妃 是 是 你这个 你不要客气 之前喜爱 想要动掉次 我特地寻回来 就怕你有用 你没想到都转转 这玩意又把我手 嗯 王爷 今天多谢你了 你是本王的王妃 嗯 所以这些都是本王该做的 王爷 最近 很关心我 该不会是 什么 你别误会 我只是 该不会是有事求我 你是这么想的 那不然呢 难不成你还能喜欢我 说着 你会不会 真的有可能喜欢上我呢 对了 你母亲今天给你的是何物 可否给本王看一下 他要看那玩意做什么 就一个玉佩 你想看就看我了 不是 停棋保护好王爷的安倍 又有资格 楚莫诚 你到底多糟人还哪 你也给你出来 你 没错 抱紧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你的腿脊竟然好了 不完 原来被人护着 是这样的感觉 运速运速 你不对劲 你心跳这么快做什么 小姐 林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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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这些人一个不留 是 林苏 你自己买什么衣服 别咬了 好痛 衣服 你的腿好了 王爷 王妃姐姐这是怎么了 传太医 这该死了 今日 不过回去一趟 王爷怎么会这么在乎他了 操个娘娘 王妃受伤痕迷 还请你不要打扰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赶拦主子的路 让开 吵什么 王爷 我只想再看姐姐怎么样了 不用你担心 你先回去吧 王爷 你一路抱着姐姐过来 想必也累了 您下去休息 这里让我来照顾姐姐 不用 这里一切有我 王爷 王太医来了 不必多年 赶快给王妃治病 是 臣这就为王妃治病 怎么样了 王爷 王妃这是皮肉伤 一时惊吓过度 失血导致昏怒 老臣 这就为王妃抓药 多调养调养就好 父母 带王太医下去开药 是 我必须有王妃治病 我必须有王的尖药 王爷 太医不是说了 王妃姐姐没什么事了 您下去休息吧 这里让我来吧 不用 你先回去吧 王爷 听不懂本王的话 莫白 不是 切日 总有 我会让你撤离消失 我家也没死 有本王在 谁敢伤你心里 那可说不通 你不就能 陈亲那点 不是本王的意思 哦 王爷 先回去吧 我想休息了 那你好好休息 让王晚点刺砍 王爷 都查清楚了 是近未伪装的刺客 将刺客砍了四肢 吊在城门口市中 我要让他们知道 得罪了本王的代价 是 王爷怎么样了 王爷遇到这么多次 我也是第一次见他如此动物 那怎么能比呢 以前王妃可没有受伤啊 楚慕臣 好大的胆子 突然将尸体挂在城门口 这是要干什么 想要做反吗 佛兄 当心隔墙有矮 哼 该死的楚慕臣 仗着手窝兵权 朽无法无天了 父皇 这个楚慕臣 实在是嚣张 目中 再次放下 只怕会危害我大魏江山 那 我看怎么办 父皇 不如四个局 将他们一网打尽 好 有点事情 就交给你去办法 是 王爷 你怎么来了 不用 你坐这便是 怎么还没喝药 王爷 我自己就是大夫 知道我自己身体情况了 不用再喝药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 岂是儿戏 过来 本王喂你 过来 还是说 要本王换个方式喂你 从前 终生气 啊 啊 我喝 只敢问春风如何 昨夜梦会冲 退出 喜儿 传太医 王太医怎么样 我身子是不是已经大好了 你楚慕臣也真是的 非得麻烦您跑一趟 恭喜王妃 贺喜王辉 喜 恭喜我什么呀 王妃 您有喜 已经一月有余了 什么 我有了 不错 王妃看来是贵人事忙 否则 以您的艺术 想必早就有差距 一月有余 那不就是 你是我却忘终 甚至向往 一生暖一年转 王妃 您好好休息 我这就去给您开药方 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王妃 不行 告诉楚慕臣 他要是知道我给他戴了绿帽子 一大的性质 那不得杀了我 不行 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王妃 您的意思是 王太医您看 这个 胎儿才一个月 情况还不太稳定 我们现在还是以安泰为主 我想等胎儿稳定了 我亲自告诉王爷 给他一个惊喜 原来如此 没想到王爷和王妃竟如此恩爱 是啊 王爷 王太医 王妃情况如何呢 贱人 可想不到 他居然如此回公园 圈把王爷 连他整天都在他呢 娘娘 现在王爷的一颗心 可都在王妃那儿 再终了下去 只不准个王府 都没了咱们立足之地了 不可能 他云苏算什么东西 全都跟我比 云苏 这可是你逼我的 走 跟我去看看 我怎么这么倒霉 一次就一次了 居然这么重 狗男人 希望你让我知道你是谁 我绝对不会轻易保护你 王妃 你怎么了 这个孩子到底留还是不留 楚慕成又是知道 赶紧本王带绿帽 来人 拉下去灰尸 不行 绝对不能留 必须得尽快住 行 你快拿着这个药房 需要防够快服药 姐姐 原来是柳测飞啊 你不在自己院子里好好养胎 来我这做什么 姐姐 我们毕竟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你对我态度何必如此乱单呢 我倒是想跟你亲热 可我哪有那个胆子呀 一个是王爷的心尖尖 没什么事的话 还是先回去吧 姐姐 听说你伤势好了不少 我特意来看你的 这个呢 是我亲手做的一些糕点 里面添加了很多大补制物 有时间 你可以尝尝 多谢了 不过 王爷给我送了很多补品 暂时就用不上了 这些 你还是拿回去养胎吧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那好吧 那我就走 免得惹人变 哎 姐姐 你这是什么 啊 没什么 一张药缝而已 原来如此 那不如你交给我 我去派人给你拿药 啊 不用 给你抓药 你要是知道我怀孕的事 不得闹个鸡皮呢 我去帮你拿药 你干什么 娘娘 我的肚子 我的肚子好痛啊 孟非娘娘 你到底想怎么样 娘娘你怎么样了 快醒天一 我的肚子好痛 孩子 我的孩子 不是 不是 我根本就没有催你 快让我 姐姐你别不要过来 孟非娘娘 求求你放了我们家娘娘吧 我说什么 我是大夫 快让我看看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 求求你不要过来 来人了 王妃娘娘要杀我们侧妃娘娘了 王爷 你快救救我 救救我们的孩子 他好怕啊 怎么回事 王爷 是王妃娘娘 是王妃娘娘 推了我们家娘娘 你从来说我没有推她 你相信我没有推她 王爷 我肚子好痛啊 王爷 我肚子好痛 王儿 王儿 传太医 王爷 测分气血大洞 孩子 没了 怎么可能 许子 你为什么这么做 难道你就容忍不下一个孩子吗 什么 这我没有 我没有对的是她自己 你还在教育 就算你跟婉儿在不可 你也没必要如此害她 难道她为了陷害你 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愿意让我 够了 你出去 王爷 王爷 什么大孩子 孩子怎么年了 你好好养身体 孩子 以后还会有的 孩子 我的孩子 别死我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只不过是好心看望你 为了王爷 我身之委屈求全 可遇见如此的狠心 连我的孩子都不肯放过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 你说什么 刘华尔 你说清楚 我到底有没有推你 王爷 我不想看你待了 没事 本王陪你 够了 刘华尔 要说狠心 谁有你狠心 既然他自己的孩子左击 我都自愧不如 你闭嘴 楚莫长 你不会真的相信他吗 姐姐 你走吧 感谢你 我只会想到我未出师的孩子 我最后再说一次 你滚出去 楚莫长 我真的没有 云苏 你不要再挑战本王的耐心 我走 王爷 别哭了 别哭了 好好休息 幸好 东孙先生死之前 就为我配置好 孕奖他的药 这是元素你自己撞上来的 这一次 我看你还怎么留在王府 王妃 你这是做什么 看不出来吗 收拾东西 你看王 王妃 离开了王府 你要去哪 回陈相府吗 不管去哪 多米在这受气气 王妃 你冷静一点 王爷他毕竟是没了孩子 一时在气头上也是能够理解的 不如你等王爷消了气 再好跟他说说 王爷他是个聪明睿智的人 想必能够明白的 他聪明睿智 他明白个屁 他要是真的明白 就不会被刘婉儿那个白脸话 一次次的蒙蔽 王妃 您真的要走吗 你好不容易给王爷培养出感情 难道就这样散了吗 你说的对 我不能这么离开 否则的话 岂不是显得我很理亏 王妃 我不是这个意思 鞋儿 你继续收拾 我出去一趟 王妃 王妃 你给我出来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出来 我们说清楚 王妃真 什么意思 冷巴烈什么 你出来 王爷 王妃还是万人 本王梅龙 我不是你说的 你怎么在你什么意思 你怎么在你什么意思 王妃 我出来 我出来 我这一直在这里 你怎么在你 你撞 撞 谁允许过来的 这里是楚王府 我是楚王妃 我为什么不能见你 回去 本王现在不想看到他 骗什么 竹墨诚 我今天来就是让你说清楚的 我告诉你 我没有对那个刘婉 够了 本王对你一再地忍让 不是让你撒泼的理由 你真心恨你的忍让了 我说了我没有做 你为什么就是不信 那个刘婉儿 处的算我 你都相信 以为我儿的孩子没了 云苏 你难道就没有丝毫的理由 你怎么这么冷静的心肠 最后再说一次 我没有 我没有对的 够了 现在 立刻给我滚回去 否则 本王都知道 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楚王妃 我这是干净你了 吓着不想见到 我说了 苏宇 王爷 又来王妃回来了吗 不用 让她自己冷静一下 空中情况如何 哎呀王妃 这大晚上的 您这是要去哪啊 麻烦您让 不要离开我 什么 离开王府 王妃 这玩笑开的可有点大 我没开玩笑 我让开 这可不行 王妃 您是不是和王爷闹别扭了 有事情就慢慢说嘛 这夫妻之间 哪个不是床头吵架床尾盒吗 不不不用再去 今天我说什么都要离开王妃 这 王妃 您等一下 老奴 这就去请示一下王爷 王妃 你这是做什么呀 让 这 姐姐直接死在王府 说什么我都要离开王府 这 你的意念 你不合理 谢了 谢了 走 啊 你这 这 哎 王爷不好了 王辉要离开王府 他又在闹 王爷 王辉这次不是闹 他真的走了 王爷快去看看吧 远苏 王妃真的走了 不不 你怎么不拦着点啊 我拦了呀 可王妃的性格 直接以死相逼 我不得不从啊 王爷 快去把王妃追回来吧 现在还来得及 他想了 你这任由他呢 这是本王的玉佩 王爷 这不是您的提神玉佩 怎么会在王妃这里啊 这谁被远却勾 难道那天救你的人 真的是王妃 云苏 救本王的人 居然真的是你 海人 让云苏给我抓过来 帅 行了 别抓了 哎呀 王妃 这里黑气气的 你不要害怕 王妃 不如我们现在回王府 明日白天再走吧 现在回去做什么 招人白眼 放心 有我的 不怕啊 哎呀王妃 完了 你这块玉佩我丢王府了 我现在回去拿 哎 行了 就一块玉佩 不要走 你说 云苏那个贱人 离开王府了 可不是 怎么好一会儿 一会儿在门口 闹出好大的动静呢 太好了 既然那个贱人 已经离开王府 就别想再活着 你去 王爷 陈哥哥 你怎么 本王给你一次救 当初救本王的人是谁 这是怎么回事 王爷怎么会突然问起这个问题 难道他发现什么了 不 不可能的 王爷 你还是不相信我吗 够了 到现在还在骗我 救本王是假怀孕是假刘婉儿 你到底什么是真的 王爷 你你怎么啊 妙妙 这是云苏给本王的贴身预备 事到如今你还想怎么解释 王爷 我不是故意的 因为我爱你 我爱你啊 我怕你知道事情真相后 你就不要我了 所以已是糊涂 王爷 王爷 我求求你 我们从头再来好 滚 王爷 我不允许你走 你去去找愚苏对不对 我不允许你去 放开 不要 你是我的 你永远都是我的 你今天是我的 刘婉儿 你的一言一行 真让本王感到恶心 陈哥哥 求求你了 求求你不要走 好不好 本王给你一天的时间 明日过后 本王不想再往我看见 不要 求保险你回来 你们什么人 又是你 我已经离开王族了 你还 你 什么是我 我 跟我回去 你又发什么疯 说不我走的是你 现在要我回去 抱歉 姑奶奶累了 说不凤凤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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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莫辰 你把我当什么 找着近来汇智几去的奴才吗 我不一定会去的 我就想再加弄你给我滚 说不准动 陈玉佩总在你这儿 给我 真的是你 什么是我 这是本王的玉佩 什么你的 这没 是你 那个流氓就是你 什么流氓 上次只是意外 本王其实一直在找你 这是倒了什么 我 你 你是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 再过来第一天 爸爸 就当被狗咬了一颗 既然当初是我救了你 但现在你放我离开 我们两清了 事到如今 你认为本王会放你怎么走 你 你放开我 夫人 你要再乱动 本王不介意和你重温一个月之前的事情 吴智 放下来 我自己能走 那你还逃吗 逃个骗 还能逃得掉 楚莫禅 你可想好了 你带我回去 要上柳册非旨的 不要给本王提起那个人 不提就不提 你活气那么大干什么 亲 楚莫禅怎么了 难道 跟柳册非 吵架了 他亲自来找我回复 那是不是说明 他还是在意我的 没想到 那个男人就是楚莫禅 那孩子的事 是不是 想看 就光明正大地看 冷王晕了 谁看你了 是从多气 又柳册非 您这又是闹哪出啊 陈哥哥 求求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我再也不会骗你了 求求你不要把我赶我走行不行 你我从无夫妻之事 出去之后找个好人嫁来 从今以后 世上再无柳册非 你好自不知 陈哥哥 我和你十几年的情缘 那都是抵不过那个贱人的陆水情缘吗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莫白 送柳小姐出福 莫白 送柳小姐出福 是 你放开了 什么是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你还还还还还还的 还还还还还 在你的一年 怎么样 打听到刘尔为什么没敢走 打听到了王妃 听说侧妃一直在骗王爷 当初明明是您救了王爷 侧妃冒出了云 然后还有假意陷害你 这一切被王爷发现 所以救了 原来是这样 难怪 我说那个刘尔怎么那么狠心 为了陷害我 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 这样的话 一切就说得通 可不是 才非真不是个好东西 要不是他从中做个 恐怕你和王爷 这起色合理 胡说八道什么 我猜对他没意思 没意思 那为什么你要跟王爷别来 我这不是被逼的吗 可是 行了 不许再搬了 出去吧 你来干什么 我不能来 我告诉你重火车 不要以为我回来了 就是原谅你了 那王妃 你要怎么样 你还要 你想干什么 你在紧张什么 谁紧张了 我只是不习惯和别的男人靠得这么近 我也算别的男人 你 我趁你下流 那本王就再下流一个给你看 我不要 你害怕了 我才没有害怕 我只是 不方便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 对不起 之前的事是本王不对 但从今以后 本王只会对你一个人好 这一辈子 本王也只会有你一个女人 如有为备天打雷鱼 你别胡说 你心疼了 胡说八道 不行 出门车 我现在不行 为什么不行 是你不喜欢我还是说 你心里有别的男人 你别胡说 我怀孕了